而奥运年过后 队伍调整成绩下滑也算正常 我想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件事情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 这是中国女排 它曾经给了我们太多的自豪和快乐 寄托了我们太多的情感 关注女排已经超出了体育比赛本身的范畴 爱之气便恨之野生 但现在蔡宾任教时间毕竟还短 我想很多女排的姑娘们更了解她 现在炒菜 无论是对她还是对女排都是不负责任的 让我们给她们减少一点压力 让时间最终做出抉择吧 好 下面是一组国内简讯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表示 大陆各界为在莫拉克台风受灾的台湾同胞捐款 实际到场连同意向捐款金额 共计已达9.689亿元人民币 国家事务总局日前出台文件 企业向职工发放交通通讯补贴等 在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 将按照公司薪金所得项目计争个税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阅兵队伍里 我军首批金击机女飞行员将空中授阅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4岁 最小的22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金击机女飞行员的身影 今天中午12点 东海结束福济休渔 明明可以驾船出海进行捕捞作业 上万名当地老百姓 今天汇聚到码头为亲人出海送行 1995年 国家开始实施了 让海洋休养生息的福济休渔制度 休渔十多年来 当地海洋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渔业深加工链条也更加完善 一场金融危机 改变了一类人的命运 这类人曾经受万众瞩目 他们腰缠意外站在世界金融业的尖峰上 独领风骚 呼风唤雨 然而一场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传统意义上的华尔街突然消失 华尔街主要投行或者倒闭 或者被收购或者转型 而伴随而来的就是这些公司的掌门人 纷纷被迫失资 这些金融巨子如今身在何处 又将何去何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埋头著书型 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应拒绝救雷曼 被称作拉响导火线的人 巴尔森据说 现实身在伊利诺伊州的农庄 不接受采访 不参加活动 埋头写关于金融海啸的回忆录 他曾经表示 他将会把财产用在环保事业 因为把财产交给子女 但会拖累他们 柳暗花明星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人物 是前雷曼公司 全球业务支持部的副总裁 大卫安伯德 安伯德刚刚作别投行生涯 并开了一间小小的装潢维修公司 当了个装修个体户 而曾经任德意志银行副总裁的安德鲁链 现在选择的是 经营一家旅游公司